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审美对象和欣赏者 我们是主张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来探讨作品 因为这么做比较容易接近 从欣赏的角度来看问题 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诸位都是艺术家 你们都是作者 但是有的时候 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那么从作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就会强调创作的行为 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作品身上 你会放在创作的产品身上 那么作品是什么呢 作品是审美对象的永久性的结构基础 它的存在是恒定不变的 不取决于被感知 还是没有被感知 而审美对象仅仅是作为外观 即被欣赏者所感受的东西而存在的 而作品呢 是用于其他目的 那作品在审美上被感知 就成了审美对象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欣赏者 做一个艺术作品的欣赏者 是很不容易的 一定要有一颗热情 而又平静的心 做一个欣赏者呢 主要是难在能力和态度上 我们从一个欣赏者 也就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作品呢 我们首先就会觉得 有两个东西是很难的 一个叫做感受力 一个叫灵敏性 从读者的角度讲呢 人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对什么东西观察比较灵敏 往往是起觉于它的感受力 因为人们对直观的东西 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 但是它的那个可感知的面 却不一定高 但是感受面却很宽 它的可感性 就是感染力不一定高 但是它的那个感受面却很宽 它不受专业的局限 就比较直观的东西的性质 比如说老年人 还有小朋友 知识分子劳动者 中国人和外国人 大学生 都能欣赏玫瑰花 蓝宝石 这些东西呢 它就是感受面很宽 但有的东西呢 虽然它可感性的程度很高 但是并不一定 每个人都能够欣赏 比如说有主题的诗歌 动作细微的那个音乐 这些东西呢 感染力很高 但是并不一定 每个人都能够欣赏 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它的可感度应该是高的 但是能欣赏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能够欣赏艺术作品的人 它也要分分等级 你比方说能够欣赏歌曲的人 要比能够欣赏书法的人要多得多 是吧 那么从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感染力 就可感性 但是你一提高你的专业画 或可感性呢 也就是你的作品具有了方向感 狭隘画 而不能扩大你的那个感受面 东西弄得越专业 它的感受面却越窄 东西弄得越普遍 像一朵玫瑰花 一块蓝宝石 那个情况它感受面很宽 那么这样呢 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民间文化 和专业文化之间的区别 具有专业文化的人呢 往往也具有对民间文化的感受力 但是又觉得那个大宗的文化呢 可以进一步进行改造 以便的提高它的感染力 反过来呢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由于话语的障碍 却不能真正欣赏专业的作品 在对待专业的作品上呢 它往往以一种业余的态度来对待 或者只能以一种低灵敏度的方法 来欣赏专业的文化 一方面它对它很崇拜 一方面呢 它的兴趣会逐渐的减弱 因此呢 我们首先要培养欣赏者的态度 欣赏的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一般我们在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首先比较容易导致的是一种法官的态度 法官的态度是无法欣赏的 因为法官是居高临下的 那是宣判和审判 因此不能欣赏 另一种态度呢 是占有的态度 任何好的美的东西呢 它本身是有一种力量的 如果你只是想占有它 拥有它 那个时候呢 你是无法真正与它们对话的 许多好的书 你买来了 你却不去看 是不是 我们买了很多书都不看的 因为你好像觉得你占有了它 你就不看了 相反 那本书在人家手里 你却很高兴 你会拿过来马上就看 或者你个朋友说 这本书借给你一天 那你就会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法官的态度和占有的态度 都不是欣赏者的态度 第三个情况就是 没有灵敏度的人也不能做一个欣赏者 我们每天都要碰到很多 很美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灵敏度太低 你感受不到 你接受不了这些好的信息 那么第四个情况呢 就是求全责备的人也不能做欣赏者 因为他在看待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与其说他在欣赏 不如说他在挑剔 那么艺术作品是不能以挑剔的眼光来看的 那么求全的人有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他不能做欣赏者 他只能做批判者 而批判者呢 也是无法真正的与作品进行沟通的 还有一种人呢 是功利性很强的人 实用的人 这些人也不能做欣赏者 因为被欣赏的东西呢 往往是用有用还是无用来加以衡量的 那么他会把一个东西 看作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 这样呢 他就没有办法和他所欣赏的作品进行沟通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崇拜者 完全进入崇拜状态的人 也是没法做欣赏者的 因为呢 这样一些人呢 就是说能欣赏作品的人呢 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可以说呢 赞美和不占有 宽容而不攀比 黎美而不做法官 那么这样的人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要能够欣赏 可以说呢 就是能凡是遇到美丽的事情 而能表现出来的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就是能自然的进行欣赏 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说呢就是欣赏啊 那么做一个欣赏者其实是很快乐的 因为呢 他的心是很和谐的 他也是很自然的 他因为喜欢而爱 因为爱而爱惜 因为爱惜而替他人着想 因为为他人着想 而愿意舍弃自己成全他人 这是一种很高尚的 很清白的境界 欣赏者本身是快乐的 那么他们对别人也是尊重的 而别人对他们 尤其作者对他们 也应该服予应有的尊重 所以呢我们谈那个作品 作为那个作品的结构 和谈作品的感性的时候呢 我们先谈的第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好一个欣赏者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第二个小问题了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小问题呢 叫做作品 那么我们诸位艺术家呢 都是制造作品的 制造的是艺术作品 但是大家并没有想过 什么是作品 什么是作品 什么不是作品呢 就是说有些东西可以称为作品 有些东西不能称为作品 可以被称为作品的东西呢 他的第一个要点呢 是他应该有作者 不仅有作者 他还是人们经过思考的 有意识进行创作的作品 因为作品呢 不等同于自然界的存在的物体 也不等同于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的物体 人们每天可以说很多话 写很多东西 思考很多问题 但这些画 这些思考不一定就是作品 一块蓝宝石 一块红宝石 它也不是作品 因为它没有作者 这是作品的第一个含义 第二呢 作品呢 一般具有专业的画语格式 它经过格式化处理 比如说和声 节奏 体材 格式 等等 它经过专业化 格式化的 那个处理 第三 我们说被成为 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品呢 它具有丰富的感性和被感性 感性就是作品本身散发出来的感染力 被感性呢 就是它容易被人感知 感性就是感染力 可感性就是可以被感知 那么好的钢笔字和好的书法 这些都可以说是书法作品 但是我们每天也在写字 我们平时记笔记的那些字 就谈不上是作品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专业化程度不够 因为它感性不够 就是感染力不够 那么至于 那个 那个 我们如何来恢复和激发感性 以至于是审美对象 那个表现出来的东西呢 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的 这样的东西呢 往往是我们艺术作品的要素 另外我们说啊 第四点 作品如果它是 一种作品呢 它往往有一种叫做 再现性或者表现性的意向 有的作品呢 还具有主题 你比如说 音乐和绘画 那音乐往往就是表现性的 但是呢 模拟式的音乐 却力图进入再现艺术的阵营 绘画是再现性的 但是纯绘画却反过来 企图转入非再现性的 艺术的阵营 你比方说 有些模拟音乐 它就是模拟大海的声音 模拟鸟叫 这就是把表现性的音乐呢 变成了再现性的 而那个绘画呢 本来是再现性的 但有些那个绘画呢 却企图变成表现性的 作品呢 它的另一点呢 它具有情感交流的能力 通过各种方式 它散发出丰富的感性和情绪 以便沟通作者和读者 作品和欣赏者 他们在心灵上 精神上的交流 再一个情况呢 就是作品呢 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定位 传统的时间和空间艺术呢 那个划法呢 未必是科学的 你比如说在绘画中 我们往往把绘画当作是 什么 空间艺术 但是绘画中也可能有时间 音乐中也可能有空间 音乐应该是时间艺术 但是我们并不能像绝对的 这么来划分 说绘画就是空间艺术 而那个音乐就是时间艺术 因为每一种艺术呢 都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 来具有时间和空间 正如每一种艺术内在 也总是拥有时间一样 有的时候同时具有时空的因素 那么你比如一本书 它有页码 一篇文章它有一段一段 音乐呢 它如果是表现的是大喊 那个时候它也具有空间性 那么另一个情况呢 是作品具有材料的 有物的材料 话语材料 还有素材 作品的材料呢 有三种啊 一种叫做物质材料 纸啊笔啊 一种叫做话语材料 那个就是你用什么话语啊 音乐话语 还是那个诗歌的话语 还有就是素材啊 它有一些素材 那么还有个情况呢 我们说呢 那个作品是具有意义的 不管这个意义是暗示的 还是明示的 都表现出某种意义 那么根据这么一些特点呢 我们可以区分什么是作品 什么不是作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 谈那个我们怎么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也就是增加作品的感性 当我们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的时候呢 我们是 那个非常在意的 非常在意 我们如何增加作品的感性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它要进行提炼 它要进行提炼 那么有一种作品呢 它从那个材料上 来增进它的感染力的 你比如说 纸和笔的关系 纸和笔 它是什么 那个 它是一种物的材料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感性 首先就要从物的材料上 来加以提炼 你比如说染料 染料就是一种物的材料 然后你要把染料 变成一种颜色 然后你再要把颜色 变成一种色彩 是不是 这样你才能用作你的作品 你比如说乐器 它是一种物的材料 你要把乐器变成声音 然后你还要从声音里 来提炼出音乐 或者你说物的材料 可以这么来提炼 你是一个矿山的 一个矿山 矿石 然后你从矿山里 开掘出一种石头 等物的材料 然后你再从里面呢 精选出一种材料 叫做可以用作雕刻的材料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层层的刷写呢 我们目的就是要增加 我们材料上的感性 以便增加我们的作品的感染力 那么另一个情况呢 我们这个作品呢 它要提炼我们的话语材料 什么叫做话语材料呢 话语材料呢 就是一些符号 比如说做话要有线条 要有技法 要有文字 要有数字 我们还要具备一些话语的规则 国画有国画的规则 油画有油画的规则 写诗歌有诗歌的体谈 写散文有散文的要求 写论文有论文的格式 写书法还有凯体 还有立书等不同的情况 搞音乐还有五声音件 十二平均率等等 所以我们要很熟悉地掌握 你自己这个专业里面的话语格式 另外呢 我们还要具备我们的素材 素材就是我们画什么 我们写什么 我们歌唱什么 我们要对世界呢 进行模仿和进行思考 素材就是我们对世界 进行模仿和进行思考的原材料 这个原材料里面有具体的 是人的高兴和痛苦的声音 人的细微的感觉 一朵花 心心 人体 事情 事件 这个是具体的 当然素材还有抽象的 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文化规则 人的生活的道德法则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直觉 这些呢组成了我们的素材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物质材料的 我们也需要话语材料的 我们也需要素材的 但是你有了这些东西呢 还是仅仅地具备了 一个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物的基础 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这些物质 要对材料呢进行感性的提炼 我们材料的选择呢 它是以获得最丰富的感性为目的的 你比如说比较黑色和彩色 你觉得黑色和彩色 哪个感性比较强烈啊 当然彩色的比较强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彩色电视机 要取代那个黑白电视机 为什么我们喜欢一个五彩缤纷的东西 来取代那个黑白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你根据你的要求呢 来丰富你的感性 那么材料的选择呢 它当然要照顾到各种话语表达的多样性 这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同类 异种的话语 它是相同的类型 但是异种的话语 你比如说一朵花 它可以用国画和油画来描绘 那么国画和油画都是画 它是两种种类的画 它表达的是同一个花朵的素材 这叫同类异种的话语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叫做异类异种的话语 比如说一朵花 它可以被音乐 被国画 被摄影 被诗歌 被小说 甚至被植物学家来进行描绘 来进行描绘 那么它们这个门类呢 就不是同种异类了 而是一种异类的话语来分辨描细 那么物的材料和话语材料呢 我们当然要对它进行选择 这种材料的选择就是材料的提存 那么为什么要对材料进行选择提存呢 那么目的也就是很简单 就是增加它的感性 你比如说一块石头的可感性 不如一块雕刻了的石头 那么笔墨的图写 那么笔墨的图写不如字画的符号 可以发出声音的响声的材料 那么它不如音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要对物的材料和话语材料 进行提存 以便增加它的感染力 那么具有可感性的材料呢 一般来说就可以当作审美对象 如果一个东西不具备感染力 它不能成为审美对象 但当一个东西它具有可感性的材料 它是可以当作审美对象的 你比如说一块彩色的宝石 它是一个自然物 它没有主题意义 但是它确实一个审美对象 一种玫瑰花它是一个自然物 它应该说无主题意义 但是它具有象征意义 那么有些东西一个图案 一个几何图形 它呢具有话语的格式 有些东西具有素材 你雕刻一个人体模型 那如果你雕刻出来 这个人体模型是一个医用的标准人体 它并没有主题意义 但是呢一种一块彩色的宝石 一种玫瑰花 一种几何图形 一个人体雕像 这些为什么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有感性 假如它没有感性 它就不具备审美对象 如果不具备感染力 它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 你比方说砖头 一块块砖头的碎片 它就不是审美对象 但是你把这些碎片 拼成一个图形 它就是审美对象 很多短的一个废纸 废纸 它因为缺少丰富的可感性 它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谈的就是那个 可感性的复杂性 可感性的复杂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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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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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